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的 现在对游戏的筛选机制 只要看到虚假广告或者艺人代言 只要有期就足够我们望而却步了 我的预见日记 台湾代理是维树娱乐 过往代理的游戏都挺一言难尽的 前阵子还上架一款想称 LFT热度的神将风云路 但是营兽方面想必不如他们所预期吧 最近还在搞一块区块链游戏 反正我个人是完全不看好这类产品 游戏虽然本身多少带有商业取向 但这种直接明摆者跟利益捆绑在一起 变相就是在推散一款炒股APP 看看那主客博失败多久了 自从想搞元宇宙概念以后 连一双脚都还没伸出来 所以想开发游戏的话 建议还是专注在游戏本身吧 而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乐府护鱼 有趣的是 该公司的股东是游戏界的两大卧龙凤厨 腾讯跟中手游 这一看到我就先软了 前者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近还被爆料那一款 一直被戏称不存在的 王者荣耀世界的时机 虽然腾讯作为中国 或者世界游戏的行业龙头 具有研发大作的技术 经验资金跟人脉 但他开发出来的产品 我是不会带有一丝期待的 而后者之前在新凡人修仙传的影片中有提过 就是买下北京软薪股份 以及IP使用群的厂商 也是这间公司的特色了 专门靠IP套皮来制作游戏 前几天还上架过一款IP改编游戏 我后面会一起介绍 那就来讲讲本次的游戏吧 代言人这次找了Lulu 那我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 艺人是艺人 产品是产品 代言产品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而刚好在游戏的品类中 通常有艺人代言的 风品不好的都占多数 所以即使你不喜欢 也不用升华到艺人身上 游戏主打修圈题材 开头有个蛮有意思的动画演出 正当我一度以为 它是不是真的不一样的时候 这唯一的闪光点很快就燃烧完了 因为后面就开始变回 纯粹的数值卡牌游戏 而角色的力汇方面 全以Live2D绘制的诚意 还是要给美术的用心点赞 但还是那句话 市场同质性的产品早已泛滥 这样的美术只是应该有的及格线 而且并不算出彩 或者可以当做噱头的东西 而游戏在主线核心的玩法上 我觉得还算是那么有一点心意 没准那一套烂大街一键挂机到官府的套路 融入了传统RPG的地图探索要素 有点像是在玩早期神奇宝贝的感觉 不过在剧情上的刻画就没有太多创新了 没有值得评价的部分 这其实也真的蛮诡异的 过往我看过的修轩小说也不少 也都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往往只要放到手游上 却都不怎么样 战斗玩法上的类似花衣衫那样 也是走简约的大头对对碰 不过这次让主角有登场的机会了 但老问题依旧 有着四面卡牌杨成的通病 我会跟另一款一起做总结 而角色杨成 我看到这种碎片机制就头大 每次突破你要先把下面的那五颗星垫满 才能再往上突破一星 我是不太想细算这个鬼东西了 就是单纯恶心人用的 外加这个图鉴系统 是刮钩站立的机制 变相就是在鼓励玩家 抽好抽满 厂商也真的是会与时俱进啊 但凡可以赚成的任何手段 都要缝进游戏里 永远都在学别人 最糟糕的那套玩法 而且你点开这个课金价目 开的那是一个比一个狠 我就想问 凭什么 是有过硬的人设 还是有无可取代的利会 而最主要的核心玩法 从来没有认真打磨过 你就算只把剧情做好 我都能当你努力过了 整体玩起来一点都不诱人 说他烂的话也不是真的很烂 但想找个能快点也很难 如果你想当个囤囤鼠慢慢玩 倒也无妨 但如果厂商诱骗不到客长入局的话 应该会比今年冬天的到来还快凉去 那接着我们来讲 最近刚与中国公测的 全明星激斗 游戏尾SMK授权中手游开发 SMK应该不用多做介绍了 旗下的格斗天王 试魂 二郎传说 越南大战等 各个都是具有相当分量的经典作品 而今年最大的新闻莫过于该公司 被阿拉伯的石油王收购 而SMK旗下的拳皇 试魂等 也被本款游戏作为IP纳入游戏中 不过其实除了本次介绍的游戏以外 这也不是第一次被授权做成手游了 还有像是 拳皇97 昂赖 拳皇98 终极之战 昂赖 拳皇命运 拳皇世界 拳皇M 格斗明星拳集结 拳皇All-Star 代号拳皇 拳皇 生存都市 拳皇Arena 真的是可以跟奇迹MU一同竞争 谁是超冷饭之王 而游戏的登录画面 会播一段看起来还不错的动画 接着剧情会以仿造播报形式带入 等等 这画面有点熟悉 这个界面不就是youtuber吗 至于是致敬玩梗还是单纯抄袭 就留给各位评判了 反正我是不太能理解 那这边剧情我们就快转一下 而角色作为还原本作的部分 其实做的还算挺认真的 至少不崩 看我之前介绍过的死神 一拳等 那些各种被厂商恶意化的垃圾处理 这次难得能看到正常的建模 真的是出乎我意外了 而游戏的人物美术 总共穿插三种风格 除了开头日式动画 3D建模以外 还有剧情这种偏带写实的风格 不确定是不是把过去的资源 在利用所拼凑起来 真要说突兀的话也还好 但搭配毫无设计感的廉价UI 有再好的例会也是被拉低升价 不过在中国各种布料审查下 修潜带有大型史莱姆的都会被藏好藏满 像这位另多少玩家魂牵梦尼的不知火舞 也只能惨遭迫害了 战斗玩法并不是众所周知的动作类 而是变成回合卡牌 我也不知道这改动到底是好或者不好 虽然本桌跟好几款手游 都还是主打动作类为主 但毕竟对于不擅长格斗戳招的玩家 肯定是利多的 不过不管如何 厂商享用IP圈钱的心肯定是少不了的 多元发展才能确保不落下任何一根 可割可气的韭菜 而战斗方面有依说依 怀念的还算挺到位的 并不像其他IP换皮手游 这年头在这方面只要能做的不拉垮 我都要怀疑厂商是不是经费给太多了 厂商应该跟SNK本家拿到不少支援模组 在打斗表现上还算不错 还原了原作中经典的打击感 并且每位还有各自的动画演示效果 整体细节也真的是拉满了 但回归到主线玩法上 真的就太糟了 过多无意义只是为了消耗体力 跟拉长游玩周期的关卡 而厂商也好心了 赋予玩家可以跳过的功能 这游戏的做法也是跟上一款一模一样 都只是尽可能在用战力门槛来限制玩家的步伐 毕竟与其花心思去设计每个关卡的平衡或者剧情 直接用无数的关卡搭配堆高素质 是最省心的办法的 这也是这类套皮卡牌游戏 多年来的通病了 举例像之前的一拳 好奇就是纯存的卖新卡加战力检验 什么战略排位对策都没有太多的帮助 而且也是把各类的养成素质多元化 除了常规各种角色的养成外 也是附带了角色收集 天赋 核心 玩家属性等 把能卖钱的部分都尽可能拆分出来 創造平民跟克劳都能消费的可能性 其他扣除常见的爬塔跟PVP以外 还算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街道探索的玩法 有些简单的小游戏 还能跟NPC互动 但这非常格格不入的像素风格 感觉就像是后来才硬塞进来的 克丁方面 我其实很想吐槽 这一直不断喷出来的广告 还有各种手厨 战利 返利 花式礼包等 塞的满满的割韭菜套路 但出其他给玩家的福利资源 真的也算很多 至少让你能随便抽到满足的SSR 并不算难事 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糖衣外表下 一定有毒 就很像常见的那种 随时会官服跑路的克金手游 很有养套杀的味道 而这款未来来台上架的几率应该不低 希望各位珍重钱包 谨慎入坑 结论 以前我是没得选择 现在我想玩个好游 其实并不是游戏好玩的不多 而是太多厂商压根就没想做好玩的游戏 各种虚假广告跟诈骗 每次打开来都跟内容无关 我也纳闷了 这些广告商 如果自己买到那种图文不符的商品 难道不会翻白眼吗 正所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难道做个人 对他们来说就真的那么难吗 最近多了很多观众的留言 如果小弟我没有看到的话请见谅 YouTube的后台通知真的很薛丁格 不认真打开去翻的话 根本不会看到 也蛮常看到很多人希望我能不能讲讲某款游戏 但说实在 时间是真的有限了 如果要提高产量 势必会降低品质的 那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支 就是nickey女神的评测后见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贝贝